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Lori 我们新频道的观众朋友都很饿苦藏龙 只不过他们刚巧没有一个平台给他们发挥 所以来不来就会有些观众朋友传一些资料给我 叫我分享一下Lori 因为你觉得说得很好 或者传一些文章给我 今次就释席了有一位观众朋友程芳卿 他又再次给了一些好好的素材给我 叫我讲讲 关于什么呢? 就是关于RTHK 一个由叶国华教授所主持的节目 叫做《50年后》 最近这两集是提到三中全会前后的中国部署 我觉得香港人很多都不会去看中国大陆的国政 特别是不会看领导人自己怎样说 因为我们觉得文件很繁复 文字的风格和我们看开的很不同 所以大家就觉得事不关己 就不太看 但是大家怎样去了解中国的国政 很多时候竟然是由西方的媒体 去整理的方式去了解中国国政 很多时间都会被误导或者带了风向都不知道 那为什么不自己看领导人怎样说呢? 我觉得这样更容易了解 到底将来中国将会发生什么事 和部署是怎样的? 今次叶老先生在节目里说了两个小时 我想整理一个浓缩版本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里面的资讯都非常有用 所以希望叶国华先生就不要介意我撿他口水尾了 首先在上集里叶国华就提到中国内外的紧张形势 提到中国其实不是一个希望通过战争去谋取利益的国家 就算大家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最近的军力不断强化 但目标从来都只是想保加卫国 只要不要触碰中国底线的话 中国是不会希望打仗的 相对地其实美国这个国家就不同 他过去都是非常善于用战争去寻求机会 每打完一场仗的时间很多都可以重新计过数 因为美国打仗很厉害 譬如说欠你很多钱欠你很多国债 他打你一身就不用还 重新订过了 所以美国这几年 你会看到不断亚太地区挑拨其他国家围堵中国 譬如说北有蒙古 南边有印度、菲律宾和借台海局势 都是想借机去包围中国 但中国因为有他们的战略定力 不会那么容易中计 所以大家不要常常说 人家撩你打 为什么不打 不是说自己很厉害吗 不要这样说 因为其实没有人希望自己辛苦建立的成果 是被破坏的 中国的发展愿景从来都不是打赢哪个国家 而是希望2050年时 成为世界最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而在过程中超越美国就不是重点 很多人都会问 中共的统治合法性是什么 叶老先生说到 取决于共产党到底能不能去管理好这个国家 这个需要大家作为中国人 好好了解一下自己国家的一个治理制度 中国国家的治理架构 其实是由两会去商讨所建立的 两会分别是什么呢 就是人大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 两会加上参与议政的人数是高达数万人 人民代表大会有时大家看到会堂坐了几千人 基本上要管理好14亿人民的福祉就靠这些会议 中国共产党虽然是执政党 但他们又有另外8个参政党一起去协政 中国共产党是不可以去命令或干预或控制其他民主党派 也要保证这些民主党派的组织独立和法律的地位是平等 他们不可以干扰他们的日常事务等等 中国共产党需要用一个政治协商的方式 去说服这些民主党派 在政治原则和方向上大家align 所以我之前也介绍了另一本书 《张维为教授的文明型国家》 我们提到《新型民主集中制》 其实里面就是政府和民间的一种协商方式 通过非常广泛地收集不同地区的百姓意见 一层一层向上反映 最终敲定一个方案 所以大家有时候开会看到 为什么没有人举手反对呢 就是说习主席说话的时候 问有没有人反对呢 下面没有人反对 很多的传媒就会说是因为习主席说话 谁敢反对 反对人拉下去就枪毙了 一人说得很夸张 但我自己觉得更加可能是 很多东西已经协商好了 然后就走过流程 不是说习主席突然上台说话 下面的人就完全问都不敢问 我觉得不会是这样的 至于三中全会其实是代表什么呢? 其实是指某一届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 中央委员会所召开的一些会议 它的简称就是三中全会 基本上每五年一届 就会决定整个领导班子一个产生的过程 整个过程是非常之复杂和仔细 如果大家想要知道的话 去听回RTHK的节目吧 今年的三中全会已经去到第20届了 其实内容政策都是非常多的 文件是成尺口的 所以多数香港人是不会看得很正常 包括我自己 所以叶国华先生花了十天的时间 前后仔细读完整个三中全会的会议 三大部分是六万字左右的内容 包括公布、决定和说明三部分 其中决定的部分已经有二万二千字 决定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就是决定今后发展的方向 包括了六十个大行 在未来的二十五年里 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社会福利 和基建里面到底将会做什么 要令中国人民得到什么利益 这也是执政党对人民的承诺 和他们的实行时间表 至于说明的部分 由习主席通过长篇大论去解释 中央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决定 叶国华在这个节目的下半部分 提到习主席说明的部分 中国未来的发展重点 最重要是凝聚人心 和习全国人民之力去完成这个目标 就是到了2050年 要将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个目标 中国会持续进行改革和开放 改革方面一路要改革到人民满意为止 开放就是一直向全世界开放 直到和全世界融在一起 所以看到中国对于全球化的意志非常坚定 就不是一般人说中国正准备走回头路走向封闭 叶国华先生提到中国非常清楚 自己如何失落第一次工业革命 因为当时中国以为自己是天下第一 无人能及的 不需要和西方接触 但今天基本上不会了 所以对于今天的中国国策来说 开放是最重要的 正当于我之前和大家介绍的那本 郑永连那本书 就提到无论西方如何封锁 中国都要开放自己 所以大家看到领导人很明白这个道理 也是正准备这样做的 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 中国是参与者 虽然我们没有失落 但也不是领导者 因为都是参与西方追随西方 跟随多少就跟随多少 但是第四次工业革命 我们说的是新的经济 和新的科技如何应用一个年代 而中国是希望领导这次的工业革命的 叶国华先生提到 大家可能看奥运的时间 比较会留意是什么呢 就是留意不同国家 哪个拿奖牌比较多 但有点大家可能没有留意 就是整个奥运里面 基本上所有的设施 物质环境、技术条件 全部都是中国供应的高科技服务 当然也包括各式各样的比赛用品 场馆上的物资 原来全部都是由中国提供的 所以大家可能没有留意到 中国是在1.1地发展 而且他没有特别拿出来说 在历史里面 中国有很长的时间 都是占世界的GDP40%以上 而郭华先生认为 我们即将又会回到这个历史地位 在习近平主席的说明里面 其实最值得大家留意的位置是 他始终强调中央所做的所有东西 是要靠制度、法律和系统去保证 而不是靠个人的 他强调他自己是受中央政治局的委托 他是这样说的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他们的论述方式 和以前毛主席的时代已经很不同 因为那个时候 真的是毛主席自己一个人说了算 但今天的习主席公开说 自己其实并不是重点 是制度、系统、法律才是重点 大家应该可以看到 中央对于权力下放 以及受监察、受制行的议员 做到多少呢 大家可以自己去判断 但起码向外这样去宣称的时间 我认为已经是一大进步 习主席也提过 我们这个改革是要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要令到国家整个发展有延续性 和可以长治久安 和西方每几年一次的 大家一换了党又换了政策就不同了 改革也是针对高质量的发展 任何东西都达到世界一流的标准 不如在衣食住行方面 而不再做低端 甚至中国应该定高的标准是领导世界 而习近平也提到很多中国现在面对的缺点 包括市场体系不健全 市场发育不够充分 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仍未能理顺 创新能力未能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产能虽然很大 但不够强 很全面 但粗糙 不够精 习近平也提到 这个农业基础中国仍未够稳固 城邦差距仍是太大 民生保障仍不足 生态保护仍有很多短板 这些全部都需要改革 在2050年之前 中国会一直应对着危机 坚持发展和改善自己 蝙蝠关系 我两集的节目大概整理到这里 大家可以回RTHK去听节目 但整体来说 中国领导层这些对外宣示 会令我比较放心 因为一直以来都很担心中国会走回头老 而且中国领导层到底知道自己短板的问题吗? 很担心的 但看主席怎么说的时间 就会觉得原来中央有足够的优患意识和危机感 以及非常清楚自己弱的地方 而且在整个文章里不会看到有很多 即是说我们赢了 现在我们碰到了 那些好大气功的感觉 这些跟西方媒体所圈掩的 中国那种自大封闭独裁 又是很不同的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会自己仔细了解一下 话说回来 如果中国的领导人都知道 国家面对的困难和问题 和短板在哪里 香港的领导人又知不知道 和敢不敢承认呢? 欢迎大家分享你的看法 下次聊 在过往很多年里 我也知道杠杆买资产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 因为只要借到尽就可以发达 但其实有没有人曾经怀疑这种做法 或者是怀疑这种说法是否永远都对 可能有些时候会反过 当越来越多人这样做 当年街市买水过的阿姐都懂得这样做的时间 可能就反过逆转的时间了